10月1号是中共建政63年的日子 但是由于中共靠勾结苏俄卖国夺权 建政之后又实施独裁暴政统治 因此这一天被大众称为国商日 大陆微博上近几天涌现退党风潮 请看学历的详细报道 近年来三退大潮是席卷海内外 自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 9月9号公开在微博宣布退党以后 各种网络退党的信息是迅速蔓延 很多网友用退党退地3T等等词语 表达自己退党的心愿 9月28日网友山城之歌公开说 我声明从今日起本人退出中国共产党 随后有网友发表预言称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出现一个退党高潮 在微博上有人跃跃欲试地表示 我现在就想退党 因为我看到这个政党的大部分人 已经是腐化至极 无法再代替百姓的利益了 有人宣布说 我明天就正式提交退党申请书 这个社会已经不适合我这样的党员了 还有网友关心地问 那怎么才能退出 说我想退党 请问怎么操作 交出去上百块的党费能不能还给我 我还心疼钱呢 因为网友甚至在网上询问说 连团都没入过退双线队行不行啊 这个退党大潮甚至波及到了军队 一位军中网友写道 一个老班长说他下午就去交退党申请书 不过呀他也知道啊 这申请书是交不上去的呀 觉醒啊 为什么要退党啊 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指望党的列车能载我们去自由的乐土 但绝对有可能啊 送我们去西天 那意思是说呢 跟随中共啊 最终只能成为殉葬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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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